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7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正是引渡孟晚舟在即中国人民爱美国心不变赴美国游客数量暴涨六成文章来源 多为于2019年2月6日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中国游客出行美国和加拿大的热情 似乎没有受到中国企业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跨境拘留 即将被引渡到美国的影响 不将反增 美国通过长臂管辖权法 要求加拿大逮捕中国华为高管孟晚舟 已正式提出引渡申请2019年2月5日 香港南华早报刊文华为受阻无法熄灭中国游客热切的美国孟报道称 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跨境拘捕 引渡都无法打消中国游客出游美国加拿大的兴趣 报道称 中国最大的在线旅行商协程发布2019春节旅行消费报告 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2019年2月4日至10日期间 通过网络预定 中国人出国长途旅行目的地排行榜上 美国独占凹头 报道称 同比2018年春节期间 赴美旅行订单量上涨60% 赴加拿大旅行订单量上涨21% 1月29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当地时间1月29日 加拿大司法部表示 已收到美国方面正式引渡孟晚舟的申请 1月30日 南华早报报道称 根据当地时间1月29日 加方对孟晚舟的庭审 当地时间3月6日 孟晚舟将在温哥华再次出庭 早于庭审 当地时间3月1日 加拿大司法部长必须作出决定 是否接纳美方的引渡申请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请订阅 打赏和点赞 您的支持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